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台股排名上官长 我赶快问你先请教姜宇明分析师 好的 台股今天在平盘附近整理 但是比较重要的是电动车 原来带动这波上涨的电动车族群 很多股票达到跌停板 比如说强茂 康普等等 未来的行情要怎么操作 这个礼拜四美国可能要升息了 当然影响到全国的 全球的股市的动向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的 我们看一下 来 先看这个新闻 三个退休基金 9月份亏损1336亿 今天有两个新闻报导这个新闻 那我们来看看9月份 9月份在这里 好像也没跌多少 跌了555点 为什么这样跌而已 那台股基金就赔了1300多亿 那未来 未来好像10月份比较不错 那是不是把这个钱 怎么样 再赚回去 不一定 为什么 为什么跌下来赔1300 那涨上去不就赚回去了吗 基金大部分都操作 这个大型的股票 跌很深的股票 他们可能都有 为什么 因为那本利比很低 EPS都很好 像航运股 那买很多 因为本利比很低 EPS很高 三半年都15块以上 所以他们就买很多 本利比很低 EPS很高 万一赔钱 赔钱也没责任 我都买好股票 那有什么责任 难道就要买烂股票吗 那主管也不能盯他 你都买好股票还跌 那他也没办法 所以政府基金都是买那些 本利比很低 EPS很高的股票 所以到一个行情跌下来 像航运股一跌下来 他们就亏钱了 最近涨什么 涨小型股 像鸿海 联发科 台积电也没涨 联电也没涨 所以这段涨起来 不是大型股 是小型股 寒一股继续在盘底 所以政府基金 我的研判 这个10月份 可能还是亏损 好 不就这样一根而已 你看才555点 这波这样涨上来9000多点 那目前在高档 万一再跌下来不得了 那可能会亏损到吓死人 好 我们再讲另外一个新闻 被动炎件面临降价压力 这是今天的新闻 被动炎件龙头 当然叫国据 国据 什么一不小心 怎么跌了35%了 一个消息来 对不对 好 一不小心 你看股价竟然跌了35%了 那我们就来回想 国据最近 高点在哪里 7月 好 那我们从7月看到现在10月 11月了 看看这几个月 到底国据花了什么新闻 这是7月26的 请问这利多还是利空 当然是利多 对不对 这个三半年 获利换一倍 这也是利多 这都7月新闻 现在8月了 攀升三年的高点 这当然也是利多 对不对 这是不是利多 被动炎件需求加大 这都是利多 9月份营收98亿 三年新高 请问这是利多利空 你看到的都是利多 不是吗 前三季赚零去年 这个也是利多 36.79元 这个也是不错 36.79元 这都是 当你看到10月28 甚至看到 10月很多消息 看完之后 你发现到今天了 隔两三天跟你讲 他面临压力 然后股价已经跌了 30 这个3%了 到这边 你想想看 所以你看这些报纸 去买股票 你会赢吗 三个月国际都是利多 今天发利空 股价跌30几%了 天啊 那你买进去 你不就哭了吗 你就赔到35%了 想想看 对不对 目前股价来到半年的低点 这就是散户的命运 散户在股市里面 永远都在命运这种循环 二线的循环 因为他们只是看报纸 他没有第二招 散户只有一招 叫做看报纸 看报纸做股票 他就这么一招 没有第二招 就一招而已 所以他永远在股市里面 都是输家 那如果你不想 变成输家 就不用这种东西来做股票 看报纸 你永远只是最后一手 懂意思吗 你看了没有 你都被蒙蔽三个月了 股价一直摔退 一直摔退 你一直买一直买 跟你一直发力多 所以你不是赔死了吗 所以我们说很多东西 你不要用了 好 股市最难是什么 是找方法 不是 找标的 当你把方法找到了 原来这个方法是对的 你不要看报纸了 原来这个方法才对的 那你就把这个方法拿来用 很多标的都可以试用 这样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再看一次 来 你看这个有没有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他不是高点就跟你讲 他很转 卖出去那出现 他很转落了吗 转空了吗 那你就不要去买国具 要么你就反手放空 你就不可能在这段过程里面 怎么样 你赔了35% 然后赔完之后 再给你发一个利空 三个月都给你发利多 最后今天给你发利空 然后你看股价跌35%了 所以你的方法有没有找到 方法在哪里 有啊 在这里啊 卖出去那出现就把它卖掉 这样就好了 你这段35%就不会赔了嘛 答案不就这么简单 那目前呢 目前还在空头隔去啊 懂意思吗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方法找到 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有人说老师 我都拜官岛的妈祖 我都很准的 为什么股票把拔杯 要想拔就能买 如果抽杯就不可以买 可以啊 你就继续拔杯 如果很准你就继续拔杯 还不简单 黑猫白猫 会抓老鼠就是好猫 能够让你赚钱的方法 就是好方法 股市最后成败论输赢 没有别的 会让你赚钱 那当好方法 不是吗 以前啊 这个民国啊 这个七十几年 那时候大家都很流行 那很多人都去问那个 这个袖斗的人 脑袋有点状况的人 他跟你讲名牌 名牌也会准 偶尔还会准 然后很多人去找那个神经病 问那个名牌 为什么 他可能会通灵 懂意思吗 那个神明会给他寄托 一些讯息给他 所以如果你能够让你赚钱 这个方法可以长久不断的用 你不懂对一次以后就不准 那不行 能够长久这样用 胜率很高 那就是好方法 懂意思吗 我有找到了 那如果你没有找到 你可以用你的方法继续做 那可能会把你的钱输光 赶快找一个对的方法 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那你懂意思吗 这样你就可以避开这段 35%的下跌了 好我们再看 后会三雄上半年赚2000利 这是8月份的新闻 同样如果你看这个新闻去做股票 那你这一次 这个哈英谷可能赔死了 最少要赔五成 你累股已经跌了51%了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 高点发力多 发好消息 那你追进去 然后主力做手把股票倒给你 然后股价就一路这样掉下来了 股市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也没有很复杂 好 当时高点的时候 赞云铭跟你讲什么 7月20号的图卡 有没有 这是8月4号新闻 7月20号 赞云铭跟你讲什么 要开始以天涂龙 涂什么 当然就航运股这条龙 那很多人不相信 也有很多人相信 不相信的人 这一次最少要赔五成 航运股 对不对 那一定会伤得很重 赞云铭跟你讲 这个货贵三雄都已经超窄了 很危险 这风一吹都会倒了 有没有 跟你讲这个已经载不上去了 超窄了 还有很多人想要挤上去 这很危险 最后 通通跌五成以上 对不对 货贵三雄 长龙 阳明 万海都一样 那就会伤得很重 懂意思吗 韩运股平均都跌五十几%了 所以想想看 股票的高点 你要怎么研判 今天电动车题材跌停了 前茅跌停 看不跌停 那问题来了 那请问行情走完了吗 走完了赶快跑 不跑没命 跌五成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走完 不是给上一次没有上车人 第二次上车的好的买点吗 答案不就这样而已 赵一鸣当时为什么研判 韩运股会掉下来 看到了吗 我看到麦出现了 我看到这格局不对 三线破两线 低线越来越短 所以我知道这挂掉 后面就不用讲了 我就知道它挂掉了 那目前还是一样 不行 其实不困难 你要把这个方法找到而已 懂意思吗 好 今天是10月2号 货贵三雄财报乐观 当你看到今天这个新闻的时候 你有韩运股的人 来 你现在赔五十几%了 你看到利多你会开心吗 那请问利多 有没有造成它股价大涨 说是没有 也没有 为什么 它就没有什么人在玩 股价就越来越 量也缩掉了 没有量就没有价 所以营收创新高 股价已经跌六成了 跌五成跌六成了 请问你看营收有什么用 不是吗 跟国具不是一模一样的例子吗 不断的发力多 不断的发力多 创几个季新高 股价跌三几% 有什么用 只有你成败 关键是股价 不是营收 也不是获利 懂意思吗 所以你要记得 这些东西是没有用 你不要看这些东西 你看这些是做不赢的 什么营收 盈余 本益比 EPS 子力利 看这个都没有用 你要赔死 好 要记得 见好就收 这是股市的保命符 如果你行业股 有这个观念 见好就收 可以抑制人性的贪婪 对不对 那你就不会受到 很大的伤害 所以张爱民跟你讲 什么时候 723 行业股赚大钱 而且全身而退 我不玩了 723公开讲 电视画面都有讲 所以我们的客户 非常幸运 这一波今年做行业股 2021年 我们做行业股 没有赔到任何一币 而且都赚很多 205%普通会员 这个总统会员164% 特别会员149% 都把轻轻松 把它放到口袋里面了 说真的 最近我的这个空单 操作并不是很顺利 我最近都把它出场了 当然很多客户 有的谅解 有的不谅解 张爱民怎么训 为什么做错 有些客户还谅解 我在想 我自己在想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赚很多钱 他们知道 我也不是故意的 他们也相信 张爱民有本事 把这些人加倍赚回来 我在猜想 所以他们并没有 都有很大的责难 其实我们代会员 会员输钱 我们就像自己输钱 我们自己比他还痛苦 我宁愿这个钱 是我输掉的 我们不会有太大压力 可是会员输钱 他可能 老师我是单亲妈妈 我们就觉得听得很难过 所以我们都很希望 能够帮会员赚很多钱 这是我们的初心 我们上电视 当分析师的初心就是这样 没有别的 好 2021年张爱民操作环一股 每一党都赚钱 我没有赔到任何一笔 这才是真的厉害的 好不好 赚钱很简单 关联一定要正确 工具一定要正确 这两个没有正确 你是赚不到钱的 那我们就回到目前 市场最热的电动车题材 其实很多电动车股票 打到跌停板 强帽 看普拉等等 有的快跌停板 到底电动车题材 结束了没有 这大家最关心的 对不对 来 我们知道洪海 也要开始搞电动车了 洪海董事长跟郭泰敏 玉隆的执行长 严陈立联 他们都来搞电动车了 所以大家很关心 这个数据开出来很漂亮 赚爱民也跟你解释过了 这都很棒 就这个不好 唯一不好就是这个 两年后量产 两年后 这个人类都已经登陆月球 不知道几次了 搞不好移民月球了 那我们说房地产投资 我问一个 我高中的同学 跟我非常非常要好 姓何叫何志正 他多厉害 他在台北 因为他做房地产 从退伍开始做房地产 大概超过30年 我每次问他哪一块地 那个 比如说这个 河江街 跟长春路那边有块地 那个我知道 那个老板姓陈 在仪式场上班 他们家总共有三块地 他们兄弟有五个 然后怎么样 他都可以讲给你听 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 说台北没有几块地 所以我每块地都很熟 那个房地产的知识 那块地大概值多少钱 那开过什么价格 后来跟哪个建设谈 没有谈成 他都知道 我那厉害 他跟我说房地产投资 最重要三个因素 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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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地段 什么都不用谈 最重要这三个字 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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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地 如果在新一计划区 就不得了了 懂意思吗 那如果在大同区 当然就比较不值钱一点 那股票 三要素 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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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EPS 也不是本益比 也不是营收 创新高 叫什么 叫题材 没有题材 对不起 没有 最近涨电动车 就是一个题材 相关的概念股 电池相关的 冰箱也对 就是题材 所以股票很简单 就这三个字 题材 也题材 也题材 懂意思吗 好 一档股票上涨 题材 没有题材 不可能 一定要题材 第二个市场认同 形成趋势 第三个特定人码 介入拉台 那就会飙翻天了 不是本益比 也不是EPS 也不是营收益余 所以你看 为什么他们会不断的下跌 你说获利不好 获利前半年都15块怎么会不好 非常好 可是股价跌五成 为什么 人家早就吵翻天了 建好就收了 报纸拼命发布都到尾散户了 懂意思吗 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电动车股票这么多 越来越多 因为有了康安加入 投入新的电动相关题材 这么多股票 对不对 还没有列到电池 电池还是一大堆 那我们光电动车就50几档 那如果把电池再加进来 很多化工也做电池 比如中华化 他做很多电池的相关的产品 所以慢慢的这个族群正在扩大 你知道吗 所以不是逛这些股票 那这么多股票怎么挑 问题 怎么挑 对啊 哪一档 你挑哪 你连交脚帽跌停板 好不好 任何一段行情 一定从选股开始的 所以股票怎么挑 就是关键 今年最近 很多人坐电动车 没抓到钱 有啊 电动车在涨 股票没有涨 有吗 有股票没涨的吗 没涨都没人在讲 请问这有涨吗 那为什么要讲同志 投资朋友 同志是 去年电动车涨最多股票 涨六倍 就是同志 涨幅第一名电动车 就是同志 来 请问最近有没有涨 好像没什么涨 为什么 卖出品要出现 看到吗 这个趋势是不对 这边翻多下面还是转空 所以卖出品要出现 并没有改变 所以这格局是不对的 好 台大店在做电池 可是也没涨 所以你买错股票 它不会涨的 有没有 新普 传统的 做电池 可是有没有涨 没涨 满确计是赔了一大段 对不对 好 核大呢 这大家知道电动车题材 那请问有没有涨 你看卖出品要这么多 没有客服 好 鸿海排在这里 他是MH 台湾电动车联盟的龙头 可是没有涨 好 联德控 这个也是 没涨 跌了一大段 对不对 东元 做马达的 这个一般汽车是这个 这个什么 引擎 这个呢 电动车叫马达 那马达 传统做马达的东元 有没有涨 没涨 为什么 压力重重 看到吗 人家牺牲 有一个投资人说 我做电动车 我只买一档 叫牺牲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是我不能跟你讲 结果呢 结果不是赔了你屁股 你不用跟我讲 我也不想听 有看股神系统 知道他不能买 懂意思吗 所以当然他买 他一定有他的理由 他有他的观点 搞不好觉得 那个讯息 他这个是很内线的 全世界没有几个人知道 好啊 你去买一次赔钱 我都不用知道这些东西 我只要看股神系统 这格局有问题 我就不会买 那你买进去 对不起 就是赔钱 所以我们刚刚讲 那么多电动车的股票 新鲁有涨吗 没涨 那每一个解盘都讲 电动车涨了涨了 你去买 去买了这个 你就全部赔钱了 所以你不会选股 没有用的 你知道这个题材 你认同这个题材 可是你不会选股 我刚刚讲的 10档电动车的股票 有涨吗 没涨啊 不是吗 这些股票你不能去挑 你挑你也赚不到钱 好不好 电动车 有翅膀 特斯拉 特斯拉展示间 非常漂亮一台电动车 很漂亮 那我就把它买回家 买回家就可以放在 我们家的停车场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 知道你们把这台电动车 买回家为什么 因为我来开电动车 了解电动车 花了470万 买点电动车 来了解研究它 做股票的精神就是这样 我办公室里面一大堆手机 那有连开通 开通都没有开通 连用都没有用 像韩国折腿手机 一直买了7万多块 我连用都没有用 拿来试一试 划一划 看它顺不顺 研究一下而已 其实我很多手机买 一样就是为了研究它 当时买这台电动车的初心 就是为了研究它 到底电动车好不好 行不行 所以我们说电动车 你了解完之后 你开过之后 不是嘴上谈兵 这根本子上谈兵 那鬼扯鬼扯 你开都没开过 谈什么电动车 真正谈过 开过之后 你了解 你才能够分析的唾涉 好 电动车成败 来4点拍起来 要不然手机把它拍起来 电池技术 电池原料 软体的丰富度 而且不断更新 抢得市场先进 这4个 没有 那就没有 所以有人说 张老师 那鸿海电动车 可不可以成功 很简单 就看有没有符合这4个 没有就对不起 懂意思吗 好 特斯拉采用新的电池 是最近的题材 它把原来的三元电池 所谓是内孤鲤 或是内孤蒙 这叫三元电池 换成新的磷酸铃 磷酸铁铃电池 那这谁做的 这家是 这个中国的宁德世代 做的 这磷酸铁铃电池的 专利技术 通在 零德世代手上 那是大陆的一家 上市公司的股票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把它 拥有这个技术 这所谓的 磷酸铁铃电池的 这个技术 它掌握在它手里 特斯拉目前 采用这个电池 那采用这个新电池 这种股票 狂飙 特色狂飙 为什么 因为电池比较便宜 那便宜为什么要用它 因为它可能 比如说更安全 这个相关的因素 一定是更实用 比如说 它的耐温 耐低温 它更强 它现在研发出耐低温技术 它一定有更好的因素 所以它采用它 把旧电池换掉了 三联电池不要 用新的 磷酸铁锂电池 造成怎么样 它费用整个就荡下来 我本来可能要花 好一百万 我现在只要花七十万 那我就省了三成 可是我特斯拉也没降价 那我获利是马上就提升了 股价就飙上来了 原来如此 所以这个题材一来 你就要看 当然你问我说张爱敏 你对这个电池看法怎么样 关键又来了 这句话叫 续航里程400公里 这个就不行了 所以我觉得它只是一个 阶段性的电池 它为了提升它获利 用一个降价产品 性能也不会太差 可是它有致命的伤害 就是什么 续航里程不足 400公里 说真的 我的特斯拉就是400公里的 从台中要开到阿里山 我不敢去 为什么 怕去充电 那时候加一还没有超充站 怕去了充电会有问题 所以会有里程优裕 这400公里是绝对不行 所以这只是暂时性的电池 我觉得它是一个中继电池而已 将来一定要有新的电池 来开发出来 不然这里程要增强 这400公里是绝对不行 可是这个题材 造成特斯拉大涨 台湾相关的题材 哇 涨翻天了 未来怎么先不管 果然这股价涨 就先赚一波再说吧 你要懂这个 未来电动车怎么样 没有方向盘 自动驾驶 懂意思吗 没有方向盘的电动车 就像这样 找不到方向盘 因为它自动驾驶不需要方向盘 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这鸿海的问题在哪里 这里 你两年后量产没有用 你都已经没有自动驾驶了 对不对 所以很简单 自动驾驶要靠什么 靠卫星 靠低轨卫星 所以这些专利 这些知识 你都要懂 你不懂 你是没办法做股票 懂意思吗 好 卫星可以做什么 当然可以做汽车导航 可以做电动车的自动驾驶 可以怎么样 可以做房间厅的手机 也全球通的 一码通全球通的卫星手机 可以做飞弹的导弹的一个发射导航 买很多鱼叉飞弹 买了100组 买了400颗鱼叉飞弹 花了700多亿 需要什么 如果没有GPS GPS美国把你去那一关 你那飞弹都变充电炮 没办法打 没有导航你打不到哪里 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说很简单 你需要飞弹 如果没有GPS 没有这些东西你是没有用 所以卫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懂意思吗 这家公司在做什么 就在做帝国卫星 特斯拉 马克斯的这个公司 这家公司在做帝国卫星 想一些我都不说了 包含帝国卫星给电动车用 要太阳能储存 所以最近太阳能在涨钱 因为马斯克 特斯拉的这个老板 介入了 储存装置 这四个就是目前最夯的题材 这样懂意思吗 还有没有问题 有啦 我们时间关系讲不完 最重要 我们刚刚讲过 帝国卫星 对不对 包含电动车的题材 那相关的股票在哪里 你一定想知道 来相关股票把它整理好了 在这里 我被给你金宝 金宝我觉得太老了 没有意义 这些就是比较有机会的 特斯拉相关的股票 不然电动车第一个微星 这些资料 我要免费把它送给你 当然送给你不是只有这样 这样又没有内容 我会帮你送 它有什么题材 它有什么内容 我会把相关资料写在里面 你可以用LINE加好朋友 小老鼠A25006999 或打电话 来免费索取 这样你会把相关资料 免费送给你 这份资料对你很重要 记得来索取 把时间交给听卷 那么更多超车见光 后来继续再请张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讲点密码 进步个股解析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卫星有三种 高轨 低轨 中轨 我们讲一下 高轨做什么 像去向云土 因为它很高 才拍地球 云土在哪里 中轨卫星 就是比如说导航 另外还有飞弹的 系统的一个引导 这都是中轨卫星 那低轨卫星是做 比如说车子的连接 自动车的驾驶 这个连接网路专用 所以目前低轨卫星 是比较有机会的 中轨卫星看什么 主要是军事方面的 为什么 比如说现在全世界 卫星的四大国 美国 苏联 中国 欧盟 这四大国如果没有 他们如果没有卫星 对不起 他没戏唱了 为什么他没戏唱 发了飞弹 没有导航系统 你飞弹就变冲天炮而已 你能打到哪里 打不出去 所以很重要 你看我们研究股票 很有好处 那低轨卫星是比较上机的 因为它会跟电动车 配合在一起 懂意思吗 所以目前最有上机 就是低轨卫星 低轨卫星的一个说明 我们说马斯克 这个特斯拉的总裁 他要把低轨卫星 跟汽车 电动车做连接 才可以自动驾驶 另外太阳能 储存装置 这目前四大一个 四大计划 新年计划就搞这四个 非常有前途 好 台阳 做卫星了 今天好像开低走高 开高走低掉下来 赞鸣把它卖掉 昨天卖掉 小赚出场 好 健碳今天也是一样 早盘卖掉之后 跌了7% 如果没有卖就哭了 几乎卖到最高点 coction在这里 一定有 我们不会乱讲 好 世界监禁 昨天在这里 今天拉一根长红棒 为什么拉这一根 突破所有压力 他没有拉这一根 他是长不动 所以我们说碰到压力 要怎么样突破 要拉长红棒要上线蛮多 好 位数也是一样 这边很多压力 长红棒有没有 突破了嘛 就上去了 来 像联电 请问你有没有突破 没有 所以他上不去 他没有突破这个压力去 元经 盘联酒 你K线看不到压力在哪里 有没有看到了 原来这里已经突破了 有没有 突破了嘛 我们就买进嘛 懂意思吗 他这样还是要做 这个X星链计划有关的产品 来 比如说全讯 上去了 很漂亮 一般K线看不到指标 股全讯有出现指标 上去了嘛 今天掌停板 懂意思吗 相关的资料 太阳能 卫星的资料 来 准备把它送给你 哪里手机 什么这个 加LINE就可以 小小鼠A2500699 相关这份资料 要把它免费送给你 记得来电 或是找LINE来说去 把时间交给亭娟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享 提醒观众朋友 老板公司所推介 分析之格表加证券 无当之财务力关系 本节目资料 简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选顺评估 并且自付投资风险 也祝您操作胜利 我们再会 Zither Harp